把相機加在這種地方 真的很可怕 你們看到咖啡樹嗎 這個喔 這就是咖啡樹 今天 跟我爸來 山上的果園這邊 來 施肥 然後 現在用完了我不知道幹嘛 好,帶我們去抓架子吧 GO 好 我們現在 順利來到西邊了 不過這東西還是 很花 要注意安全 去 現在 這邊那裡 有一池 比較大池 往那邊走好了 走吧 那池比較深 大的可以放這邊 然後 小的就放那裡好了 OK,就先這樣 去吧 喔 有魚耶 哇,又一隻 這下面 魚不少喔 喔 你躲在這兒,我看到你了 好多魚喔 那邊一隻來了 我剛剛想了一想作戰 因為水 是從這個大池的 往這裡流 然後 這邊也有流出來 等於說我只要把這邊塞住 然後 讓這邊 只有這邊可以流水 這樣的話 原本 蝦子都會在這種 比較淺的地方 然後晚上的時候 才會跑到比較深的地方 就順著水流上去找吃的 所以我們只要 把蝦籠放在這裡 然後用石頭 現場的石頭把它擋住 這樣的話蝦子就可以順利的 進入我們蝦籠 好 然後大的話 好像不太適 應該只能丟那裡吧 OK 那 地點就決定在這裡 有這個小的 那我就需要裝一些 裝一些 耳梁進去 好 然後就用這個 這裡的那個 縫隙 圍起來 讓魚沒有辦法往上游移動 然後把它擋起來擋好 不然等一下下雨的時候 水 如果 滿出來就糟糕了 水如果上漲 然後我的蝦籠就被沖走了 然後 再來的話 因為石頭與石頭之間還是有縫隙 所以 我想著就是要把旁邊這個土堆 往石頭縫填滿 好 因為蝦子的底性的話 它是沿著下面 沿著下面 往 它會沿著地上走 它不是用油的 所以 應該有滿大的機會 可以抓到 蝦子 現在陷阱已經過了一天了 現在陷阱已經過了一天了 又要爬這個東西 好我現在就把蝦子拿起來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我好想看到有東西在跑 我抓到了一隻蝦子的螃蟹 好 現在就來看看 到底抓到哪些東西 裡面滿熱鬧的喔 哇 這麼多 有啊 很多 有些小蝦子已經把它放掉了 欸 它抓到一隻超大隻的魚 欸 好漂亮喔 魚把它放之後好了 沒有啊 哇 天啊 超多的耶 這個還有 大隻的螃蟹 螃蟹 螃蟹有兩隻 不過螃蟹不是我咬的 我只是要抓蝦子而已 螃蟹放走 還有一隻 一隻大螃蟹 總共幾隻蝦子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隻耶 然後小隻的不算的話就十隻 大隻的好多喔你看 好 去換大的那一個 好 去換大的那一個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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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裡找到 好 你在哪裡找到 這龍都是魚比較多耶 這個龍都是魚比較多耶 它紅色的好怪喔 然後其他的都是魚 都是馬口 五六隻的馬口耶 然後蝦子 蝦子有五隻 魚也是五隻 看我是隻 哇 好多 蝦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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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蝦子